失敗你可以站起來 因為你有的是年輕 我不想我三十多歲來創業 才會再跌倒 因為創業是我從小到大的小夢想 當然我以前是做娛樂 唱歌、拍戲都會嘗試 但在我很小入行的時候 我會覺得 既然我在入行都認識到很多不同人 或者見過不同事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會把我學到的東西 拿來做經營做生意呢 到跟我教唱片公司完約的時候 其實都想跳出自己的框框 因為我覺得25歲應該要有一個轉變 而這個轉變是在乎你自己怎樣看 那件事 夠不夠想踏出那一步去成長 哪怕就算失敗 失敗你可以站起來 因為你有的是年輕 我不想我三十多歲來創業 才會再跌倒 疫情持續接近一年 不少行業的生意都大受影響 但Rinky的生意又真無價 更計劃將生意拓展到海外市場 因為Totline說在疫情上網店不斷去購物 因為大部分人都很乖流在家 就只看著自己的網絡世界 所以他們看到這個品牌上 在網上的時候 就遮掘到他們的眼球去買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市面上 現在都要想一些 就算在餐飲方面 或者在地鋪美容院都好 他們都要想一些網絡世界 去令自己的事情不要停掉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這個疫情去到什麼時候 真的要變動 現在美容生意已經漸上軌道 除了老闆這個身份之外 Rinky在2017年 也都成功劑新業主行列 不過他坦然當時有家人幫手給首期 才可以成功上車 我問過很多現在地產和買樓的人 他們都教一些年輕人 像我第一層樓一樣 拿兩成手期出來 到我學會之後 C2Sky的樓花只拿一成手期出來 我80萬收期 就可以買到770萬的東西 雖然供是吃力一點 但你三年之內會收樓 收樓代表供 供時可以租給別人住 別人會幫你供 你又可以貼少少錢去搞定 三年之後升值 你就可以賣出去 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的 投資方法 但我都努力在學 因為我第一層樓 現在升了四百幾萬 五百萬 我也是拿了兩成手期出來 就是拿了三百萬出來 每個月供四萬元 所以也減低了 我將來想著怎樣投資的 一些大的風險 因為這個是最實際的 而且我覺得樓市只能有升 不會很大幅度跌 本港樓價升幅驚人 永期亦希望日後可以再次買入物業投資 為資產增值 我自己會覺得買樓一定要 最好就是買樓花 如果買二手樓 因為它已經有一個升值的空間 在裡面了 但是買樓花的好處是 因為它一推出已經是第一個價錢 只要如果樓花是多人欠 像大圍上蓋那邊 多人欠的話 它一定會有升值空間 而且它低於隔離二手樓的入貨號碼 其實它升值空間真的很大 去擁有證實